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盡羽 今天是2024年9月20日 星期五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國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先說說今天的熱話之一莫過於獅子山頂的活春宮事件 網友笑有一對男女在獅子山山頭上打羽毛球 網友錯綜點說另一件事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一邊商也說說一件驚人事故 據報官堂公廈貨車樓後 直撞法團的新鐵寫字樓格 整個尾板未收 好像刀片一樣直插長身 現場情況如何 據報有人被困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國大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黃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是不是獅子山的活春宮事件 據報山上有對男女疑似在打羽毛球 相關影片封存 網友奇怪說用哪一部手機可以拍到這麼遠 內文提到網上流傳的獅子山活春宮的影片長約一分鐘 畫面以菲律賓文寫著在測試新鏡頭放大縮小功能 又問在香港哪裡可以找到 並附上沒有眼看的卡通人物圖案 影片看到拍攝者身處獅子山遠方一個住宅的高層之內 鏡頭就看著獅子山的獅頭 然後慢慢放大 看到這部手機的拍攝功能相當強勁 影片到近鏡的時間 竟然看到疑似有一對男女在獅子山頂的位置公然性交 多次轉換動作 而他們四周都是懸崖 環境相當危險 網友看完影片後震驚 有人笑言真是獅子山上打羽毛球 亦問是不是獅子山論劍 亦有大批網友錯重點 就說拍攝者與疑似活春宮的距離極遠 關注他用什麼型號的手機才能夠成功拍攝這麼遠的畫面 就問哪部電話這麼厲害 有不少人猜這部手機應該是三星系列的三星系列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話說首先就拍到獅子山的山頂 說獅子頭的位置 有一對男女疑似公然性交 附近全部都是懸崖 不過網友錯重點 就問什麼手機可以拍到這麼遠 結果成為網上熱話 甚至有機會衝出國際 因為說真的拍得相當遠並且清楚 網友估計這部手機應該是三星即是三星的手機 另外也講講本地消息 講講HK的報導 觀塘供下課車留後格 直撞法團的新鐵寫字樓 尾板未收就像刀片一樣直插長身 當中有女會計是一度被困 內文提到觀塘開完道發生驚險意外 有一部未收尾板的貨車 疑似司機未拉拖手制 導致在斜佬樓後直撞大廈業主立案發團的新鐵寫字樓 尾板就像刀片一樣 攔腰直插長身 引致那個寫字樓凹凹變形 裏面那位女會計員無從手臂 被困於倒塌的桌椅之間 要由消防員幫手救出 幸好她毫髮無損逃過一劫 當中提到寫字樓屬於大廈業主立案發團 當時只有姓曾的女會計員在內工作 她事後抑述 就說我在裏面做事 見不到 同事叫我另歪面已經走不了 真是很快 被撞過後起不到身 就說卡住了在桌椅和桌椅上 腳沒事 其後由到場的消防員幫手救出 她坦然沒得害怕 是不知道怎會害怕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即是說撿回一條命 因為說那輛貨車這樣剷下來 尾板又未收 整塊刀片一樣 直插長身 大家都看到相關的新鐵寫字樓 撞到粒含變形 不過當中有人被困 幸好沒事 問那個女會計員 她說不懂得害怕 因為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突然之間的東西塌了 就卡住了她 消防到場把她救出來 事件跟進當中 另外也說過這件事故 根據HK另一個報道 青葵公路半小時內 有兩宗串銷商撞 涉及7架車 4個人受傷 往九龍交通是擠塞的 兩文提到 今天9月20日 下午1點26分 青葵公路往九龍方向 近瑪嘉烈醫院對開 發生4車廂撞 包括一格拖頭 兩格貨車 還有一格私家車 據報其中一格的貨車司機 一度夾著腳被困車廂 已經被救出來 經由救護車 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理 商隔有半小時 下午1點9 青葵公路又再發生 連環傷撞 同樣往九龍方向 近港鐵 泥警站對開 三車發生碰撞 涉及旅遊巴 私家車 泥頭車 私家車被夾到 變三文治 車頭嚴重損毀 私家車司機頸痛受傷 另外也有兩個人 報清受傷 在場接受治理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今天事故特別多 青葵公路半小時裡有兩宗事件 當中看到 私家車夾到整塊三文治 司機報清頸痛 事件跟進 另外也提及這單消息 有關iPhone16先達直擊 放機人潮排出門口 Pro Max的價錢高企 另外有一隻機款 已經變成蟹貨 其中一款的容量已經停收 內文提到 Apple的iPhone16 16 Pro 和16 Pro Max的系列 上個星期發佈及預訂 今早9月20日正式開售 不少炒家拿機過後 紛紛湧至旺角先達廣場放機 星島頭條記者約摩11時半到達先達 場內水事不通 放機的人非常之多 到12時 排隊的人士 就已經由店舖排出商場外面 到下午1時半 有店舖 16 Pro Max的512GB 和1TB的型號回收價 借收原價 亦都有店舖的256GB 仍然有1800元的水位 1TB仍然有1100元的水位 當中原價8599元的128機 16 Pro 當中的黑色、白色、原色、軚金屬色 都只是收8000元 放機的話是要虧600元的 其餘版本的Pro Mac的小機 就要虧300至500元不等 當中說到iPhone 16 Pro的小機 災情嚴重 上午11時半回收價 即原價多1元 到12時半 有店舖已經跌穿原價 只收8400元 當中iPhone 16 Pro Max的512GB 更加已經暫停收機 有放機人士聽到停收過後 面露緊張的表情 擔心手機變成蟹貨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今天iPhone開售 有不少人特意去買iPhone 轉手放 打算賺錢 不過那個跌幅其中一個型號 一個小時內又暫變虧 針對iPhone 16 Pro的小機 另B商說到iPhone 16 Pro的512GB 都已經暫停收機 有些放機的人士一聽到這個消息 面露緊張表情 看著自己手上還有幾部iPhone 還未放 一旦變成蟹貨 損失慘重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通常放售iPhone的第一天 就會有些炒風的情況 通常到第二天 就應該消減不少 另外也告到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香港仔 鴨利洲橋道 男子跳橋不自駕 身份未明 有待調查 內容提到 今天9月20日凌晨4時53分 警方接獲圖人報警 發現一名中年男子 倒臥於香港仔 鴨利洲橋道的天橋底 人員接報到場 事主昏迷被送往瑪麗醫院 其後被證實死亡 人員經初步調查 相信死者是40至50歲 從天橋墮下 現場沒有檢獲遺書 身上也沒有身份證明文件 身份代證 他的死因有待驗屍之後確定 案件列作 屍體發現存在 以上來自HQ另一個報道 軟死隻安息 據報有個男子 在香港仔的鴨利洲橋道 跳橋不自駕 至今仍然未知他的身份 因為他身上是沒有身份證 相關的情況有待跟進與調查 我是曠正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